早安 剛剛我們講到農委會 剛剛也看到了 這個韓國瑜講得很清楚了 其實如果好的政策 歡迎他們來學 其實就是好的事情 要幫大家做事情 幫人民 讓他們過好日子 這才是重點 可是我們的農委會 農委會在做什麼 農委會除了是不是真的 沒有真正的幫到農民之外 然後這個連所謂的 把高麗菜賣到越南 林佳欣說是騙人 結果是騙人 因為說越南其實台灣的 前三大的進口國 人家是越南的高麗菜 賣到台灣來 我們現在要把台灣的高麗菜 賣到越南去 結果還要用人民的納稅錢 去補貼 不過這樣的政策 真的需要大家來討論 但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政府在執行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經過討論 有沒有尊重專業的意見 最近不是有一個 交通部的審查委員 認為說這些軌道建設 我們提出了反對的意見 你們卻說還是要通過 但是我們看到 交通部長林佳蓉說話了 我們來聽聽看 學者專家意見都值得參考 但不能個人的意見 凌駕於其他人 包括多數的意見 沒有人是萬人的 尤其是如果個人的意見 那麼強烈 然後又介入 這個特定的一些主張 我們交通部必須承擔起 規劃全國鐵道路網的 一個責任 不能夠本末導致 然後變成個別的委員 他的意見 凌駕於整個委員會 甚至凌駕政府 過去蔡總統的交通政策 白皮書的召集人 召集人說少數的委員 凌駕政府 本末導致 你知道那位張委員 他其實是審查委員 為什麼要審查 因為重大的軌道建設 本來就是需要有一個 專業的程序 然後他們要經過審查通過 那麼其實他們的意見 然後給政府來作為參考 這應該是最起碼的條件 可是現在林佳龍的說法 怎麼會說是 少數的委員在凌駕政府 你要這個審查委員幹嘛 這個要審查委員 不也是政府要的嗎 對 這個名字叫審查委員 以為是去當審查委員 沒有 是去當橡皮圖章 所以你看到現在包括了 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個審查委員以外 還有台北市的 前交通局長羅孝賢 他說這交通界的學者 其實一向都不分藍綠 就提供專業意見 所以現在有近900個學者 連署要求來公開審議 我們叫韓明哥 這個你政府在推政策的時候 你找了這些人來 然後提供給專業意見 沒有 你提出來 跟我政府不一樣的意見 就是不專業意見 所以這些審查委員 只是要來幫政府背書的嗎 林佳龍根本就 故意在那邊鬼扯 因為明明那個會議的結果 是所有的委員都不同意 是 是所有的委員都不同意 不是少數的結果 你找了這些來開會 只有這些人全部不同意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這些委員不能夠去 影響政府的重大交通界設 你幹嘛找人家來 你有什麼毛病嗎 你們就自己決定就好了 不是嗎 你要找人家來背書 然後人家不願意幫你背書 你又說你不行 這些人是凌駕在我們之上 你到底在說什麼 實際上誰真正凌駕在我們之上 是林佳龍凌駕在我們之上 你一個剛剛才被人民唾棄 人民認為你連當台中市長 都不適合的人 跑去當個交通部長 20萬票的差距 你將近20萬票差距 認為說你根本應該下台 你根本不適合當首長的一個人 結果你居然認為自己 有資格當交通部長 然後上來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凌駕全民的意志 你正在幹這件事 就你好意思於講 人家有專業背景的這些委員 老實講這個委員自己講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親綠的 他是蔡英文的顧問 所以寧願由他出來講 比由那些青藍的顧問出來講好 至少自家人比較好講話 人家是抱持這樣的心態出來了 結果你居然用這種態度 去回應人家 然後現在引起了整個學界 大家串聯 然後你知道嗎 有人在網路上故意散布 這些交通幫早就吃香喝辣 怎樣 又在胡說八道 你知道民進黨每次都用這一種 張官李戴以偏概全的方式 然後去打這種污賊戰抹黑戰 我必須說 林家翁這件事情 你看這件事情出來 再這樣七天一的事情出來 結果一個間諜案 把所有的膠底全部抹掉 這是讓我們覺得 台灣永遠都是這樣的輪迴 好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再聽聽看 我們民進黨李軍藝委員的回應 稍微回來 我們剛才討論 政治到底可不可以 凌駕在專業之上 一定要請到我們今天 為民意發聲的軍藝委員 來幫我們評論一下 我很久沒有為民意發聲 我離開立法案一段時間了 不過基本上 這個是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的事情 我們張教授 他的講法是說 他如果同意的話 這是一個前坑的一個工程 他必須要對桃園要負責 那生意的是一個桃園的案子 那這個林部長是說 如果我都聽你的 我這個部長幹什麼 我們要附最後的政策 這個決策規劃 那我們就直接去做 就不要做這個生意 好 那怎麼解決 而且這個委員是審查委員 我們當初設立這個 所謂專家參與 參審的這個制度 是要補 公務員就不足了 是這個目的 但是現在部長要負的是 一個政策的責任 政策的責任 你說你這個錯 我專家指出你這個是錯 如果是技術面的一個錯 那不可原諒 小狂 人命出了 這不行 技術面的一個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樣子 一定要尊重所謂的 技術的一個專業 但是如果是政策的話 到底要尊重誰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矛盾 那我認為大家可以多用您的 評論你的責任 這個功能